你们在网上或者现实中是不是经常遇到过那种引流拍10秒计时器的活动 一般都是商场或者饭店搞活动 就是如果你在计时器开始以后到10秒这一瞬间 能把10.00秒准确定住 那么一般都会享受到比如说吃饭免单 或者是享受很大的折扣 但是你们发现们很少有人能准确的定到10秒钟 开始我以为这个东西只是手术和运气的问题 直到我在网上发现 这个东西 10秒挑战计时器 花了我400块啊 原来这种东西它是有猫印的 商家想让你拍中10秒你就能拍中 不想让你拍中10秒你拍一天也拍不中 卧槽现在的快递这么暴力吗 商家同款的10秒挑战器啊 这个东西呢有20多种难度可调 3个F的档位是最难的 你永远按不到商家设置的那个数字 然后10档的难度是比较简单的 它有0.1秒的误差 可以说还是相对比较容易按到设定的数字的 然后它还有概率难度 设置好一个数字 然后有1%到1,000%的概率能按中这个数字 这样我啥都不设置啊 看看我能不能直接按到10秒啊 开始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差了0.02秒 再来一次啊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还是没中 这样啊 这回呢 我把它设置成0.1秒误差的 再试一下能不能按的啊 OK 直接来个最简单的啊 走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直接一下成功了 再试一次啊 走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可以看 又成功了 看来它有0.1秒误差还是相对比较容易成功的啊 这回咱们来一个概率的啊 调到10次重一次 看看我10次能重几次啊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 中了一次 第三次中的啊 可以看它这个三个F的档位就是一键助力功能 你永远都按不到你设置的十字 所以说兄弟们 以后碰到了这种东西 你按不到商家所设置的数字 并不是你的手速不够快 也许是商家压根就不想让你中